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台湾的雄三飞弹 而且我们可以先看看一些相关图片 我觉得这事挺逗的 他们说这就是这种导弹 据说还是台湾科研的结晶 专门用来对付大陆的航空母舰的 这下层射出去了 雄风三行 然后你看这就是路线 从它的军港发射 据说没过海峡中线 但是没打着大陆的航空母舰 把台湾渔船给打穿了 你再往下看 这就是大陆网友的调侃 说要是角度歪一点 以后七一还要多庆祝一个台湾回归 说台湾当局吓尿了 今天差点就回归祖国了 差点就可惜 差点就统一了 然后就说还好没有打到狗 据说这是调侃前一阵 台湾军方出现了虐狗事件 说这一下你要把大陆爱狗人士再给打了 那家伙更统一了 再看 雄三飞弹威力惊人 你看这是 本来是针对 据说是针对这个中国航母的 你看看下边 然后船身开了个大洞 这显然是没炸呀 是吧 对没有爆炸 你再往下看 就我说这怎么炸航母 连鱼船都开回来了 你怎么炸航母 这蔡英文到这个遇难的船长家里去 还不收礼金至丧中 然后你看下边 这是台湾军方几个相关的人 去到人家家属那灵堂那去 结果你看这家属 遭到家属这个指着鼻子臭骂 骂他们 他们是一路跪进去的 对一路跪进去的 这个是台湾海军司令 在接受质询的时候说 我们绝不是给中共党庆挑衅的 然后这个就是说 据说台湾媒体报道 说大陆那边雷达 马上就有反应了 一度准确准备发弹反击 说险些酿成一场这个大事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没了 我要讲一下当时的情境 因为当天新闻出来 徐浩我在台北 我去打书嘛 可以再讲一下嘛 我去打书 OK 那你要早上吃早饭 我记得很好玩 就吃吃饭的地方 就是吵吵闹闹嘛 早饭 欧巴桑 老太太 然后电视新闻一出来 我也吓一跳 怎么突然那么安静 我低头就看报纸 吃 出来新闻全部安静 然后看 然后报完新闻之后呢 马上有个不算老了 六十多岁的先生了 我就骂 骂起张话来 他说哇 要打仗了 稳打了 稳打了 回家收东西 吓得我几乎赶回旅馆 收东西了嘛 然后大家当时的反应 就是非常莫名其妙嘛 不可能嘛 也有恐慌啦 因为不知道情况 因为当初啊 亮亮老师有评论 一定有这些新闻 当初官方的反应 是会非常荒诞的嘛 这是说 发射了 然后首先是说什么 是说那些渔船 即行爆炸了 即行 即行 陈毁 不是飞弹打的 第二个呢 是渔船还是渔雷啊 对 然后第二个呢 是说飞弹 后来承认 这时候飞弹 八点几分啊 十五分飞出 八点三十分 打到渔船 开玩笑 我飞了十五分钟 才飞了四十海米 那打到厦门 福建不是要飞一小时吗 打仗打个屁 咱们一家会私家车快呢 对 然后种种荒诞 那几天我在台北 看见那个 从荒谎言到谎话 变笑话 变闹剧一场 那很好玩 亮亮老师给我们点一点 你怎么看这事 没有这事 就是那天发生这个新闻以后呢 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很少见的 全世界 这种级别的误差 怎么可能 我去说低级到你不可思议嘛 一个士兵能够在没有任何指令的这个情况下 就发射了一颗导弹 那么这个当然就暴露了台湾军队的 或者是台湾海军的这个整个体制是真的很成问题的 不知道怎么能打仗 那关键是后来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后来据说那个大陆方面肯定是监测到了有一枚导弹过来 那所以呢 这个对于新成立的一个叫东部战区 现在不是东部战区吗 就原来的南京军区 东部战区当时马上就采取所事 然后就向这个最高一级报告了 最高一级是说有没有过中线 如果过中线的话 因为大陆它有个自动的反击系统 因为它侦测到你导弹从什么地方来的 如果你没有说明 它不可能有说明嘛 那么它就去反击 所以这真的是有个网民们的玩笑呢 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说这种两岸的反应模式 它应该都是有过预演的 你比如说他们吹 就是说这个熊三飞弹最快最远 可以打400公里 说可以打到福建 是可以的 理论上可以的 而且它那个当时那个导弹 它设定设置的导弹方向是对准厦门的 是台湾媒体说的 对 但是它没有 它出谱就掉下来了 那我问您呢 就是假如说它这飞弹表现正常 层一下就奔着厦门去了 那过了中线了 那就今天 我方反应会保持 你觉得要是大陆方面 它会不会就是说 随说是那么说 但是在没有毫无 就非常荒谬的情况下 也不会贸然发弹反击 我估计这倒也是意外的 给大陆军方一个 也是一个测试他们的机会 首先你有没有测试到 它一个导弹过来了 第二这个是怎么回事 它是有意的攻击 还是一种物色 因为如果是有余空阶段 不可能只是一枚导弹 对吧 那么另外呢 这个日子非常敏感 7月1号 那么再说 而且这个两岸的 这个关系现在 情势确实不太好 两岸之间 这个交流的渠道 是终止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 所以说这个大陆方面 大概有个短时间迅速判断 这应该是一个误会 就是是一个台湾方面误设的 不是因为 否则的话 你要万炮启发的话 你把这个大陆方面 这个对准台湾的 这个导弹 如果万弹启发的话 而且那个都短程导弹 不需要很很先进的 那种导弹 而且这个大陆方面 大概都经营了多少年了 这个台湾方面 都准确的 这个数据嘛 你这个福建 浙江 广东 多少导弹基地 多少空军的这个 设备 海军的这个设备 所以我想最高当局 一定是得到了这个情报 然后呢 大概到最后情报来了 没有没有过中线 只要没有过中线 那么 但是就说 这个事情就引起 我想起咱们在 好莱坞电影里 其实看来啊 真的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 比如说对方一个飞弹 甚至是一个核弹 打过来 对 你无法判断 到底是不是漏勺了 是失误 还是有目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不要按照 你原来定好的方案 你比如说 你要是核打击 那可能就是 对 反馈啊 但是这样的话 这家伙就是因为一个失误 引起的玉石俱焚呢 而且我现在想到的是 比方说啊 你往旁边想一想 我相信这个诸日美军 他们很紧张 他肯定也知道这个事 他会觉得非常紧张 怎么怎么回事 什么台湾的这个 这个导弹突然往 这个台海的这个中线方向打去 如果大陆方面有打过来的话 他那边肯定要预防的嘛 对不对 因为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世界大战都发生了 那朝鲜半岛呢 我相信韩军也紧张 出海美军也紧张 那么如果这个朝鲜方没有趁机 也来一个挑动的话 他肯定有这个动机 对不对 他有这个能力 你想一下 所以这个视频真的犯了一个非常严重 假如这个兵 这一套那么莫名其妙的是 要过十个关卡才能发射 他哪一关都没有过 那假如发生机在北韩呢 朝鲜呢 一个导弹打去美国 打去南韩 但是朝鲜倒是没有犯过这样愚蠢的错误 对 而且都是有计划 事先宣布 只不过打不到他宣布的那个地方而已 但是他至少他没有朝这个地方 他们也没有打人家的渔船什么的 或者打自己的渔船 对 好像没有过 全世界的军方都不应该犯这种错误 所以您台湾也在查 所以因为很多不明朗因素 我当天在台湾 第二天看到好多人从不同角度来谈 有一个就写了一篇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等 他很认真的写说 在报纸上 很有内情的 搞不好是大陆方面判了卧底来 我也看到这个 没有来发炮 来挑动两岸的战争 莫名其妙的阴谋论 我现在听到的台湾岛上最新的阴谋八卦论 是说 这事不像偶然的 是国民党干的 说为什么是国民党干的 就国民党啊 现在这是他的一个七招就弄蔡英文呢 说军方基本上好像还是在国民党的传统的这个势力之下 跟国民党至少更紧密 也不完全是 对吧 所以说 这是国民党才知道七一 是吧 给你这个蔡英文来一下马威 看你怎么接 不过蔡英文肯定最近作为总司令的话 他这个日子是不好过的 他外访还没有结束 就传来了那个海军陆战队士兵 虐狗的事情 这种事情说了 那事又是怎么回事 我不太了解 那是海军 有三个海军陆战队 那从这里看起来 我觉得台湾这个士兵很无聊吧 一般的士兵 士兵无聊的时候 我相信会有 但是无聊到要去虐待狗 然后讨好上司 是啊 你不管他是为了什么 而且那把他放到那个 网上网去 他是上司讲了一句 那上司警官说 我那边好多狗 上司说 我不想再见到这只狗 然后马上他们就讨好 所以他还不是特别变态的 就专门去虐待狗 说就讨好上司 对吧 当然过程不应该这样做 你可以把狗赶走嘛 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做嘛 但是这里面 当然这里面 讨好上司 我想所有的军队都一样 从事这个班长或者连长 说的话他肯定士兵要去干 但问题是台湾的士兵 那真的也很没有尊业 然后到了这个事情 然后你看就这次这个导弹物色事件 他现在是由这个高雄的地检署来处理的 全世界没见过 军方的事情由地方的地检署 应该是军事法庭 这个是陈水扁时代就已经改变的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其实对台湾真的很不好 你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 这个对军队是很不好 因为军队有军队的特殊性 军队的案件应该由军法 我们说军法这个处理 对不对 世界各国都一样 自古以来都一样 地方的法庭你不能管军队 因为好东西你不懂 你就像这些事情 这个导弹物色 对好多技术上的这种东西 他地方的法庭懂不懂 不一定懂 那不懂的话 让我这个群情结合 大家都这个军队很看不惯 而且保密 军事法庭有一个原则是 他可以不公开 因为里面牵挤到国防机密 他要保密 所以从这里看 台湾这个军队也到了一种很 就是很没有地位 很没有尊严的这样一种地步 而且像军人那个平民没有什么太大的 动不动就上网 就连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他们军队自己的人 把这个消息捅到网上面去 所以才有这个马先生所说的 什么十五分钟 什么船已经成了 这个是军方他自己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说这是一个能打仗的军队吗 还有什么抵抗大陆呢 我天哪 我觉得都有点溃乎成军了 可以去救灾 每次风灾水灾军队出发 或者派他们到广西玉林去 香香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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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过去在咱们那个内地 咱就知道这个要打造一支铁军 好像咱们就说会不会有这样 就一个没有价值观的军队 是没有军魂的 就说或者你打你为谁而战 好像有一些基本问题 为谁而战 以谁的名义而战 战略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觉得照咱们说那三观不正 有的时候我就看台湾人自己 讲起台湾这个军队 平常吃饭有时候我问问 他们都是呵呵 包括他们自己就觉得 他们管这个咱们就相当于说的 就说没了三观 他们叫一个叫什么词 叫战略困惑 就是你想到 您觉得是存在这个问题吗 就作为你参军 你在台湾 那么你说你的目的是 将来有一天 对岸打过来的时候 你抵抗 其实这个上个月不是台湾 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新闻 就是有一班老兵啊 有一班老兵 被那个红素 红素猪 我说的还不是 我说的这班老兵 是他们自发的 组织了一次这个操练 非常有意思 我们在那个全媒体大开讲 还播过一部分这样的一个镜头 这班老兵 他为什么要来操练 他说现在看现在的新兵的操练 包括宪兵的这个操练 他们气坏了 他说怎么有这样的军队 但军容不整你知道吧 就萎靡不整 他们就说 那我们虽然四五十 早就退了 早退役了 我们来操练一次 而且我操练真的很像一样 给你们这张新兵担子 对对对 练练 后来我当时也很困惑 军装做新的 自己买的 自己买的军装 天还很热 台北六月份已经很热了 几百个军人 然后呢 也有个主席 他们弄得像个真的 然后好多那个 就是军属 就是相当于过去 他们叫那个什么 眷属嘛 眷村的那些 都出来看 那么然后里面 还有一批老兵的 穿的是真正的 抗战的时候的 国军的军服 灰色的 我感觉比那个 大陆的抗战局 还要逼真一点 因为那些人 他是真的军人嘛 这还有嘛 还有少数的这个军人 那那个操练 真的是看到那个 精气神嘛 后来他们唱黄埔军歌 也能感觉到 那是没有任何刺激的 你知道吗 没有任何人组织他们 没有任何人奖励他们 纯粹是因为 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军人 我们有这样的军魂 对当年的国军 是吧 一来他们是当年 有经历过战争 生死存亡的问题 第二个他们是职业军人 我就是当兵 现在的主要的兵种 就是你过渡嘛 当一年的兵嘛 坦白讲 当然你要一个年轻人 比方说大学生毕业之后 用两年在军队是很惨 可是军队训练 有没有军魂的 怎么样 一年太短了 有时候基本上是十个月 还有假期嘛 你基本上就明白我是过渡而已 我只要这样安全 不要辛苦就好 所以不可能是有军魂的 更何况他们的所谓国防部长 冯世宽 我们刚不是看到一个照片吗 几个那个士兵跪进灵堂 冯世宽前天就去那个 前两天就去那个看 也是慰问家属嘛 又闹了笑话了 他去干什么 他拍一下那个遗孀的太太 这些太太的肩膀说 哎呀 这个幸好没有打到澎湖啊 你想一下 上帝保佑 对 他说假如打到澎湖 不晓得死多少人啊 上帝保佑我们选世的最小 没有他在你怒虑了 哦那就是选世最小 就死我老公就对了 对不对 哎呦我天 光他 然后之后怎么样 然后之后他说 我不下台 为什么不下台呢 他说这些事情的调查 然后善后 还有改革军队 都要我来承担 我的天啊 没有你不行啊 你要去承担这个 那责任不能 你就不需要承担 为什么他应该承担的 我们刚刚都同意 这不仅是什么 操作死了个人的问题 很可能引起两岸战争 对不对 那台湾是有责任 让对岸看到 也让美国 日本朝鲜 育儿韩国看到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 所以我们要让一个最高的军方的领导下台 表示说我们有诚意改革 你放心 你放心 所以这个其实要做给全世界看 更何况那个守卫国防部长是干嘛的 他是干嘛的 以前是空军 然后蔡英文上台 空军他后来2006到2008去那个汉翔航空公司 是所谓的国有民营的发展军机的 OK 后来马英九来了 就把他撤下来了 他是沉水扁年代的人 然后蔡英文现在选国防部长 根本没有人当 选了几个没人当 他是冷门黑马 给他当了 然后蔡英文选定他的时候还讲屁话 他说他在那个汉翔的时候发展的军机 这是雄英雄英三号 雄英军机功劳了不起 谎言 雄英机是发展了30年 前身叫F一横CK经国 经国是什么 蒋经国 F一横CK好像是英文的张话 当时的党外还开玩笑 一定有我们卧底在里面 建议他们改这个名字叫 经国 然后后来当空军总司令的时候 冯世宽 这是现在的国防部长 建议陈水扁改为雄英号 就是他派马屁 派陈水扁马屁上台 然后蔡英文称赞他对国防工业 对没有这个冯世宽 当年就没有雄英号 这些谎话嘛 发展了30年那些东西 叫家伙拍哪屁上来的 反育船给打穿了 因为他是台籍的嘛 对啊 所以这点也反映台湾这种军方将领 就刚才你说的也有道理 就毕竟他这个军方的根底是从国民 国民革命军吧 国军 大陆省级的高官将领是比较多的 但是慢慢的已经被台籍将领取代了 那我觉得这还不是问题 最主要问题就还是他没有军魂 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比较 你比方说韩国的军队 韩国也是全民兵一致 对吧 两年 什么明星啊 援兵什么都当兵 但是韩国的军队的这个 军 就我们说军风 各方面肯定比台湾的强 我感觉也是 大概 大概日本 比较接近台湾的 为什么 就有人说草莓兵 而且不知为谁而战 日本的新年代 肯定是没有当年那种皇军 你说那种为了天皇 去去去去去这个 奋有作战 没有这种精神 是吗 我感觉日本自卫队应该挺油的 没有太多 有这个有日本的朋友 媒体的朋友是华人 他告诉我 他有近距离的观察 日本的 跟台湾的很像 韩国的他比较严厉 跟民族性有关系 日本的这个士兵训练的时候 也是这个半小时他要休息的 然后夏天他是要喝这个冷的可乐 什么之类的 本来当兵的话是没有没有条件的 长官给你喝什么就喝什么 甚至不能说你喝 你喝什么舒服 我给你喝什么 因为打仗的时候 未必有这个条件 从这点上 所谓草莓兵呢 就是台湾日本这点很像 幼儿园嘛 所以你就讲 他也不是职业军人 就你就讲到这 就直接讲到 他们很多人讲 现在台湾的这个年轻人 他根本他哪是一个战士的性格呀 他现在生活的这个年代 他就想着享受生活呀 或者就就是 甚至是小白脸 都是这么样的一些人 你让他当兵 大陆军人可能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他管的比较严 另外比方说 对手机的管理啊 什么这一方面的 都还比较严 不至于像台湾这样 就出了一点事故 上次还不知道 但是已经网上已经都弄上去 在大陆这个 咱们我就觉得 就是近几年 他不是开始 也是反思这个问题吗 那像习主席一讲话 也就是往这个方向 我就发现这种 没打过仗的 这种年轻人 他呀 确实有一个部队的这种 你怎么可能希望 他是虎狼之师呢 真打起来 这样的一些城市生活里 可能还是跟环境有关吧 你像以色列 那以色列也是全民皆兵啊 也是一定是两年 比一少不得的 但是 但是我想环境不一样 他毕竟四面 环四的都是强敌 是 而且我现在主要还是设身处地的 假如我是一个台湾的 这个当兵的 确实我会觉得就是 真是像他们说的 战略上的这个 这个困惑 你你比如说 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你你你你存在的目的 很显然 就是万一 对面打过来了 那对面打过来 明知一个完全没法抵挡的 一个战斗 我还要打 就是 而且还就是让他们聊 他们不是整天骂 就是花这么多钱 给美国买这些武器 自己还什么雄三呢 这不是 所以就说一个部队啊 你发现没有他要没有一 就像人没有人生观一样啊 他就怂了 看着就越来越怂 是不是这样 那以小抗大也有的 也有成功的先例啊 你像当年芬兰跟苏联对抗 那是很成功的 就是你深圳有一个为国家为民族 我整个的是一个很团结 很齐心的话 而且芬兰当时很悲惨的 西方国家都不支持他 他最后居然能 实际上打了个平手 对吧 这是很少被提起的 这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亮亮老师 我想问你啊 就是你对这个两岸关系 现在的情况啊 有什么预判 比方说我最近看到几种情绪 你要说在大陆的网上的这种情绪 尤其是他出了误设飞弹这事 很多就是说 哎 这么这个早点军事统一完了 就说就说什么和平 就是就没有和平的 对吧 这早点给他收复了算了 但是呢 我还看到一个情绪 最近我还看这个李敖 八八八十多岁 在台湾上节目 在YouTube可以看 对不对 我就发现他流露出一种什么情绪呢 也很有意思 他就说啊 他说台湾哪就是夜郎自大 自个儿把自个儿当回事 觉得你跟大陆还什么平等 大陆现在都是大财主了 就大陆 他那里 他说大陆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你不要你不要搞事情 对吧 你搞事情打你 你别搞事情就不理你了 他就流露出这么一种情绪 但是包括像蔡英文 你看现在这个国台办的这个主任 就是讲 我们这个联系机制 已经暂时的就停摆了 因为他不承认这个什么 或者说含无其词对角而共识 那就你说现在这个会怎么样呢 我呢是觉得北京 大概最高当局 他们还是有一种所谓的战略定力 所谓战略定力 就是他有一个大的目标 那这个大的目标呢 他还是 比方说这个中共成立100周年的时候 还有这个中国这个全面小康 还有一带一路等等 这些是他大的一个目标 那么他其他的一些问题 你像香港或者台湾这些 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你没有昨天那样的一个导弹 不是前两天 导弹这个物色的话 那么军事上本来不会有大的问题 那对 政治关系肯定是冷淡 会是冷淡 会冷淡 会冷淡 对 这个冷淡会影响到两岸之间 一些实质性的吗 比如说咱要去玩 签证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大的民间交流不会中断 当然可能这个量会受一些影响 比方说大陆游客到台湾去的 明显的少了 但是呢 你又不能说是官方鼓动的吗 他们有些省是没有了 但有些省还在办 所以你又不能说他停止了 那么另外就是像这个 两岸的这个民间交流 你说这个做生意 做生意 那你说陈水扁时代两岸也在做生意 陈水扁时代两会交流也没有停止 因为 这个这个 那个路客减小去台湾 这个非常吊诡的 一方面是严重打击了台湾的观光产业 另外一方面把他逼出来 他更发展其他的游客来台的那个那个板块 像那个好像我刚看到最新的数字 路客去台湾小了百分之十六点多 可是同时印尼来的多了百分之十二 然后日本来的韩国人 我这次在台北走在永康街 当我处长韩文 然后我就在五星酒店 对门 打开门打开门一群男女在讲话 老太太大声讲话 我以为什么人印尼人都很多 那变成什么调诡了 就是说他变成慢慢觉得说 我不用怕 原来我不靠大陆的市场 我不会死的 我真的可以走蔡英文的南京的 当然是以前李登辉时代的路线 这个呢 假如再这样情绪再这样下去了 又会怎么抱过来影响两岸关系 本来北京可以好吧 大家相关如是 可能问题不是太大 是 对啊 但是我觉得他 就是牛市场多元化 这个对台湾好 对 你觉得现在台湾对大陆依赖吗 依赖 当然是依赖 依赖程度还是下来 经济上依赖程度非常